海大我想希望說很快能夠得到我們基隆市的這種協助 能夠透過都市計畫 能夠將沈穆池來變更為這個教育用地 真正的來讓海大能夠發揮它的海洋教育的功能 而且我們行政院在104年也通過了成立一個海洋委員會 那我們更應該中央跟地方更應該來重視海大這個沈穆池的變更 所以說在這邊希望說我們盡速的來協助海大 能夠將我們沈穆池來變更這個學校用地 能夠真正的對於整個這個海洋教育的這個計畫能夠趕快來推動 謝謝 好 我們議員同仁還有沒有 好 那我做成結論可以嗎 還是還要他們回答 不用了 好 為例海大除穆池變更為學校用地 請市府持續加強與上級機關溝通協調 同時簡化都市計畫變更等申請案件流程 以提高行政效率 這樣好嗎 好 通過 好 我們現在第二案 好 我們請公務處處長 議長還有各位議員和大家午安 那第二案由公務處來報告整個 道路養護跟人性環境考評的這個報告案 第一點 針對此次考評的結果大概 其中有一項是交通工程為去年度 105年度新增的考評項目 然後該項目的成績是87.61分 分組平均是82.86分 然後本市為都市及城鎮型分組的第一名 然後第二點就是道路平整為本府的施政的重點 從103到105年度我們已經改善了道路面積達79萬平方公尺 然後整個總道路面積是330萬的平方公尺 我們大概也改善了24% 然後本府也會持續的編列預算來 昨年來辦理改善 在這邊也感謝議長跟各位議座大概道路改善的經費 所以也在我們市省預算都大力支持這邊一併執限 另外就是本市已完成的示範道路工程 有包含仁一路、信一路跟中正路 然後今年度大概我們會以夏俄路 就是從高速公路的滑錶一邊 我們會一直做到城光廟 然後今年的夏俄路我們大概也會嘗試說 因為去年大概有中油的那個軍方的肉油的事件 然後我們也會針對備期的一些管線的部分 我們也嘗試做示範道路做一個整合 然後能夠移除的部分 我們大概也會盡量把它移除 然後明年度大概會以遠遠路跟邁進路 然後許可的話大概七度區的實踐路 這一部分我們也會拿路來做示範道路的路段 然後本市的道路大概我們在市長上任之後 大概我們也按照我們既有的步調 慢慢來辦理改善 然後這次考評的結果 其實跟民眾的實際感受還是有一些落差 然後不足的部分大概我們還是會檢討來予以改進 那接下來就針對整個考評的一些規定 來這邊做一個說明 本市跟新竹市、嘉義市、宜蘭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跟屏東縣 大概十個縣市 我們是屬於都會跟城鎮型的這個區塊的那個考評 然後整個考評內容大概分為兩大部分 就是政策作為跟實際作為 然後佔的權重值一個是百分之四十一個是百分之六十 然後實際作為的部分大概整個內容包含道路的養護、人型環境跟交通工程這三個部分 然後各縣市大概它的遊戲規則就是各縣市要隨機選出四個行政區 然後每個行政區要提報六條的道路 所以總共是二十四條的路段 我們要提報給中央的一件數 然後其中六條的路段至少要有四條是包含有道路養護跟人型環境的路段 然後實際的考評當日大概從這十六條路段就會隨機抽去 每區就抽兩條 所以總共是八條 然後這八條的話它有一個長度的限制 就是每條大概要五百公尺 道路的長度要五百公尺 然後人型道至少單車要兩百公尺以上 然後整個道路養護它會包含道路的整潔 然後排水系統跟平坦度 然後人型環境的部分就包含暢情性、舒適性跟安全性的部分 然後交通工程就包含標誌、標線、號制 以及行人跟自行車的設施 那道路養護平坦度的部分大概 目前大概用比較科學的方法就是使用檢測車來檢測道路的平坦度 它有一個IRI的分項 這個分項大概就是所謂的那個國際的粗糙度的指數 大概一個科學量化的指數 大概4.5以下 分數越低的話 表示道路的平坦度是越好 然後分數越高的話 大概道路的平坦度是越差 然後整個分項的分數 我們基隆市是80分 然後平均分數 大概就是這個都會及城鎮型的那個分組 我們平均應該是要90.91分 然後不好的原因 大概我們也整理 我們下了幾點 挖虎衣的部分就是道路長度的不足 因為很多 我們大概很多路段大概都小於500公尺 然後整個堤爆路段還需要包含人行道 像以今年度的中正路為例的話 中正路我們道路做示範道路做得很平整 不僅是一兩堂的人行道跟分數 成績就會比較差 然後第二點就是 然後第二點就是 人行道的那個普及率不高 因為各區提報的六條道路中要包含四條 還有人行環境 變成我們可提報的路段相對來講 也是比較少的 關湖山是路幅寬度下小 因為人行道的靜寬不足 以市區道路跟附屬工程的設計規範 有關於人行道的靜寬 它是要到2.5公尺以上為宜 然後一般的情況不能小於1.5公尺 然後特殊的狀況的話 大概最小最小 也要到達0.9公尺 那因為本市的大概整個服務員 也比較小 整個都計畫畫色的路幅 大概你要找到一條比較寬的道路 大概困難度也很高 然後其他就是公共設施 大概也很多 所以我們人行道的靜寬 大概都比較騙不住 然後第四點就是 山坡地跟坡度比較陡 因為本市大概95%為山坡地 所以也影響到道路的平整度的量測 然後上禮拜我大概有到 然後銀建水跟我們中央的主管 機關道路主大概的主張有討論過 像新竹、嘉義 其實我們算是以前的神霞市同等級的規模 然後他們的區域應該 新竹就是三個區域 然後嘉義就兩個區域 然後他們路面也是比較 平地比較多 所以相對它的分數也比較高 那基隆有七個區域 然後很多都是山坡地 所以在整個道路評比來講的話 其實平坦度 其實會受坡度的影響 例如說道路高高低低 或坡度有上下起步的話 大概分數我們也比較差 大概銀建水那邊有建議我們這邊是說 因為它整個案子是委託一個 中華負面協會來做整個評比的 他會建議我們說 針對基隆這個特殊狀況的話 變成我們可以說要求 這個項目可以做一些摺減加分的部分 他會建議我們朝這個方向去提出來 然後跨五的部分就是 不得重複提報的路段 因為基隆有七個行政區 然後每個行政區大概都不大 然後仁愛區的部分變成是更小 比較每年要提報的話 變成說我們可以提報的補數是比較少的 所以提報上是相對上是比較困難的 然後第四大點就是 針對整個提報路段的IRI值偏低的部分 我們大概做了一個檢討 其中就是針對仁愛區的成功移路 因為有包含成功路橋 所以它測出來的IRI值大概是8.04 因為含有路橋的繩索縫 所以整個平坦度大概都會 值會比較高 然後第二個就是隆安街 因為隆安街會穿越到鐵路寒洞 所以也會影響到整個平坦度 另外就是施求路的18項 其實就是提到的 因為我們可以提報的路段是越來越少 所以相對之下你看連施求路的18項這種路段 坡度也比較陡 所以測出來的指大概都是偏高 也比較偏僻的路段 那另外就是安樂區的五勝街的部分 五勝街的部分大概還屬於平坦 不過就是人手孔的銜接處比較不平整 所以測的分數也比較低 然後第五點就是人型環境的部分 因為分數大概是69.34 也是低於平均的 平均值81.8億 所以這個項目就是本市應該是極需要改善的項目 尤其在整個暢行性分數是比較低的 我們也探究它的原因就是 除了道路路不狹窄以外就是 很多人行道的崗內設施 我們放置的位置大概沒有做一些統整 那另外就是 這是議會提到的很多機車大概就是停在人行道或是7樓上 那另外就是私人的物品大概很多都佔用到7樓或是人行道的空間 然後目前我們在辦理人行道改善規劃的大概有心儀跟眾儀跟人儀的部分 我們像目前客服的方式就是盡可能來拓寬人行道 像排水溝可能水溝上有60公分的一些寬度 然後能夠盡量來增加人行道的寬度 另外一個就是針對道路的配置的部分 像一個車道規定大概是3.5米 我們可以大概縮減25公分 來維持原來的車道速不變 然後把車道的寬度做一些調整 然後把一些人行道寬度 假如能夠整合到2.5公尺以上 我們會考慮說看能不能做一些機車的停車 我還把它納入來考量 讓整個人行的環境會更好 然後最後本補帶我們也會遵從貴會的建議 配合內政部的市區道路人本環境的建設 跟城鎮萌茅的計畫 我們會考量道路的寬度 人行環境跟機車的停放需求 然後合理來調整道路空間的配置 來改善本市的人行空間 好 對於我們公務處 我們張榮青 張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對於我們這個 營建署將我們基隆市的道路 道路這個養護這個 評比為我們是全省最灰敏 我想這個公務處也報告了 對於這個道路養護的部分 我想總共有比較差的部分 總共是我們仁愛區成功一路 包括成功路橋 我們榮安街 包括石球路 包括安樂區的五升級 那我想這些評比最差的部分 我們公務處這邊也應該想辦法 怎麼改善 因為畢竟這個是事實 聽出來是最後一名 這個是事實 所以站在市政府公務處的立場 是我們要怎麼改善 讓我們在這方面能夠 比如說道路會比較平坦 讓民眾進出會比較安全 比較方便 那這邊特別有提到成功路橋 那我在這邊順便引起 目前我們成功路橋在做這個 富蘭的這個整修 那從2月14號到4月4號 我想這個期間 總共50天實在是太長了 包括我們石球五里的這個里長 包括成功市場管理委員的初衛 包括這些碳碗葉子 包括我們光華國宅的這些民眾 都跟本席來反映 希望說我們成功路橋的富蘭工作 是不是能夠不要再這個 到4月4號 是不是能夠提前來完工 因為又牽涉到我們 消防局的人愛混隊在那邊 時常有碰到 譬如說要救生要救護 然後又碰到我們消防車要出動的時候 就因為成功路橋在那邊 它可能要繞 會影響救災 而且造成很多安樂區民眾的非常不便 所以在這邊希望說我們工作 是不是能責成我們城包廠商 能夠提早來完工 我昨天跟今天 昨天早上去看 今天中午2點多去看 都只有三四個工人在那邊施作 我想在這邊是應該可以 要城包廠商能夠多一點的 這個工人到那邊施作 而且它的這個施工 這個時間是不是能夠可以 可以加強一下 因為它真正在周工的時間不多 尤其我們成功 思求物理很多長輩 他都需要搭公車 因為這樣子的不便 造成長輩出路非常不方便 包括成功市場 他的這些time-end業者 這些在那邊做生意的這些業者 他的每天的業績都減少一半以上 他們生意非常蕭條 所以在這邊希望說我們公務處 能夠要求城包廠商 盡速能提早來完工 那對於這個人型環境的部分 我想也都要提到 你也有提到 是應該將我們這個人型到上面的一些 感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設施 盡量都要來排除 盡量要來排除 我想我們站在市政府的立場 不管是車型也好 人走的部分也好 都應該是很安全的很方便的 我們不希望說再看到 營建署未來在我們基隆市的 全省各縣市的道路評比 我們基隆市又是倒數第一名 我們不希望看到 我們希望說我們站在市政府的立場 站在域立場 希望提供平整安全舒適的一個道路空間 包括人行走的 所以說我們 希望說我們這個公務處 能夠這個這個加油 謝謝 好 好可以見 我們議員同仁 海門仁要發言 我們楊秀玉 楊議員 張董會議員請做準備 我想針對這個我們這次營建署 公布這個各縣市的道路的這個 考評的結果 基隆市這次是敬佩莫作 可以是說全台道路狀況最差的 市長您當時您在這個兩年前選舉的時候 你也開了很多的支票 您說你如果你選上基隆市的市長 你一定有這個能力啊 能夠把基隆市的這個道路啊 能夠變平坦 那現在喔 今天這個我們這個中央政府 我們這個營建署 現在也不攻自破 也把你這個 你的你所謂的這個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支票 也一一的都 跟這個捷運的這個支票一樣 一一的再度的跳票 那也很奇怪喔 每次啊 只要跟遠見 天下 有關的這個民調 你都是全國 進步最多的城市 也是我們基隆市進步最多的城市 你也是都是 進步最多的市長 那為什麼一到內政部啊 我們營建署做的這個評比喔 欸 欸 又叫他們打回原型 本席是真的是匪夷所思啊 感覺很奇怪你知道嗎 你旁邊的這些民調 所謂的你的 你可能有什麼民調高手 什麼不知道啦 本席也是真的不得不佩服喔 他們粉飾太平這個能力 街人企業交通喔 你現在不只是全台倒數第一喔 也是歷屆以來喔 最差的 這也比我講的喔 這個網路都可以去看一下喔 尤其你居然啊 在你的這個 這兩年的整個執政的過程當中啊 你在人行鑽道上啊 竟然化設這個機車格 這個人行鑽道化設機車格 跟這個人的鑽道很奇怪耶 不但會容易造成這個人行鑽道 這個損壞率的提高 行人也會不安全嘛 還有我們那些身心障礙人士怎麼辦 菜籃組怎麼辦 要走哪裡啊 這人你身道好奇怪喔 還說你是什麼城市美學專家 人行鑽道過敏失憂啊 他就是那個行人在專用的嘛 如果你覺得這人行鑽道 他的寬度他是很夠 很寬敞 是不是要把他內縮 把部分的人行鑽 把他拋除 人行鑽 就是機車專用的這個 專用的這個機車的這個空間 把他人行鑽把它拋除 做成沒有自行的也可以啊 人行鑽就是人行鑽的嘛 人行鑽就是人走的嘛 過敏失憂就忍走 怎麼會是跟化射機車可能 真的好怪異喔 行人就只有行人的專用道 機車就有機車他停放的這個空間 這樣才是能夠 美化我們的勢容嘛 我們人也比較不會危險 希望這一點喔 本席是喔 小小的建議喔 希望你能夠接受 謝謝 很好的小小建議 我們現在請張國黑張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啊 大家好 我阿姐 針對本案啊 本席啊 認為啊 銀建署對基隆市的評比啊 我不以為難 原因呢 在我個人覺得啊 我也不是在講那個事務團隊啊 怎麼樣啊 其實事務團隊是 有進步 那演藝出在哪裡呢 其實啊 今天在 在哪一個多人有能力有魄力的話 也可能把這個人行步道啊 處理的不會說很恰當 為什麼呢 因為基隆市的山坡地 佔百分之九十七 我們很多的平地 沒有像其他縣市那麼廣大 很多的公共設施 也不會很齊全 在這種狀況下 機車 我講的機車喔 你知道我們機車有多少嗎 大家都可能不知道 因為以前我在建議當過 志工的話 我很了解 每個人幾乎兩個人 就平均就有一步 上班族 一大堆 回來的時候 假設說我們的公共設施不夠 當然一定是往 往什麼 人行步道去騎嘛 去停嘛 對不對 不可能還停在家裡裡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的話 我想市長啊 其實 我剛才為什麼都不以為 我們對銀建署咧 其實 市府團隊養工處 你說他不努力嗎 他也很打拼 我個人覺得 你看像以前一、二十年的道路 沒有鋪設 應該鋪設好 從光我們的擁護路啊 鋪得很平啊 那以往的話 我們等待了也很久啦 但是他也做啊 你要說完全都每一個部分 就像說你安全帽一樣啊 被啟蒂了 沒有戴安全帽 被發覺的 你比較倒楣 一樣的道理 所以說在這邊 我是建議市長啊 第一點啊 我們基隆市來講 你要我們公共設施做好 我們的山坡地管制 還要再加強 公務處也是一樣 這個努力 因為沒有地方停嘛 沒地方停 你只有人行步道要去停啊 所以一定會去影響 我們那個人行步道的一些悲觀 這是本集第一點建議 第二點 很多 我們的 今天早上也要講一下 共同管制那些啊 我希望公務處啊 你要有個運運作為 不要到處挖來挖去 重點的話 你那個復原的工作 一定要嚴格的監督 要嚴格的監督 讓那些道路我們道路 原本我們做的很平坦 你至少你的SOP在哪裡 你的檢驗 不要車子一年過的話 那些坐不死的話 又貓下去了 容易造成歧視的危險 包括我們人行步道 通通是一樣 所以在這邊啊 那我想說這一次的整個營建署啊 那對於我們基隆市的評比啊 那也不能說完全的抹殺我們養工處的啊 整個團隊的努力 固然 有這個缺失 但是我們一定要加強的 來了解這個缺失到底 造成的原因在哪裡 原因很簡單 我剛才說的 機車族啊 我們公共設施不足啊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啊 所以都你在看 早上 一大早 多少的我們機車啊 往計時裡面去工作 像蜂窩啊 出草一樣啊 所以說這邊啊 我想建議我們市長啊 尤其養工課的科長 那為了我們基隆市整體美觀的那個 很多的話 還是要客戶啊 不是我們裝在這邊一直要求 我們沒有擬出一個辦法出來也不對啊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我們基隆市 有更多的公共設施 能夠提供我們市民 能夠來使用 包括這尤其是停車的空間 停車的空間夠的話 那些機車族啊 也不可能啊 停到你的人行步道上 那停到人行步道上 一定會妨礙得你的人行步道的整個設施 以上是本期的建議 好 寶貴正義 我們現在請李美玲理議員發言 主席 大家好 有關於我們這個營建所 針對金融市區的道路的 考評的結果 我覺得這個是意料之中的 因為我們真的很努力 因為我們真的很努力 可是我們真的做的不夠多 不夠好 我來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從我們的新政府 新市長上任到現在 我一直說 海大到法國公墓 這一段的中正路 我不斷的在講 這一段的中正路 就像碎片巧克力 它就像這個 法國麵包中間的那一條 被切開以後的那一條一樣 我一直在講說 這一條難道沒有辦法做好嗎 當初的這個公務處長李同誠 他說有啊 下一次我們就要做這個示範道路了 我們也滿心的期待 我也跟所有的中正區民講 放心好了 以後我們中正路 就會像仁一路那樣子 這麼平整 而且呢 一年內兩年內都不會再開挖 然後我們就等啊等 等了幾年 兩年 已經過了兩年了 然後呢 你們很風光的宣布 中正路示範道路完成 結果 這條示範道路從哪裡開始 從統一戲院 一直到喜珠橋 那是人口最少的地方 有示範道路做一半的 然後人潮最多的地方 從海大一直到法國公墓那邊 你都沒辦法插名 這不是笑話嗎 所以這個評比啊 我覺得還算可以 已經對你們很好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請那個 我們樓上的那個 控制室可不可以換一下 可不可以放一下那個換燈片 我們來看喔 這個人孔蓋 可不可以再放另外一個 一張非常清楚的 對 把它放大一點 大家看一下這個人孔蓋 這個人孔蓋 多久了 而且可以變成一半 還可以在那邊 它已經 已經脆片 它已經變成 這個就停在這邊 謝謝 它比脆片巧克力 還要嚴重了 它已經睡了好多次了 你去看喔上面 如果仔細看的話 上面這樣子 一條一條 已經睡了好幾次了 然後那個已經 丟在那邊了 這個還是我們余三發余議員 到後來覺得不得了了 趕快的來跟養工處 和相關單位講 這個東西擺在那邊幾年了 都生鏽了 還好草沒有長出來 擺在那邊大概兩年了 草如果長出來大概就三年 可以這樣嗎 好 除了這個 我剛才講的中正路 跟這一條叫 這一條在基金一路 還有一個 大家還記得嗎 報紙上講的那個小朋友 好可愛的小朋友 他的腳伸在洞洞裡面 那個洞洞也聽說兩年了 通報了兩年都不來修 後來呢 報紙給他登了以後呢 還被 被我們市長的特助罵 罵說你為什麼要把他登 這不登不得 不可以啊 對不對 人家的媽媽心甘寶貝啊 大家看了也覺得 怎麼有這種事 一個坑布兩年啊 還沒來修理 所以啊 你說怎麼辦 這是誰的過失 所以 應該市政府你要概括承受 我除了講這個以外 其實太多了 所以記得嗎 市長其實為什麼我們叫 你要多看網 網路民眾的意見 那時候當這個評比一出來的時候 很多的民眾啊 在網路上他怎麼講 他說拜託市長 可不可以騎摩托車去尋一下 你就知道基隆的道路是什麼 還有人說 市長你要不要下車來走走 看基隆的道路 我們不是說養工處 你做的不夠好不夠多 養工處真的做的很辛苦也很好 三更半夜經常被我們吵起來 但是我們真的不知道 市長的重點在哪裡 當這個聽說喔 當這個評比一出來的時候 市長開始 大街小巷 要所有的管區去開單 道路平跟這個機車停站 相關的地方有什麼關係 你以為這樣道路就平了 機車不去停 道路就會平了嗎 這樣的舉動 讓大家真的一頭霧水殺無髒頭 哪有人說 你被評比不好了 你開始把這些機車族當提款機 開始開他們的單 機車族是基隆道路最大的受害者 因為所有的道路不平的時候 那些機車族好可憐喔 我一天到晚我記得 以前中正路 正兵派出所那邊 一天到晚那個機車族 哇 跌倒 而且直衝進人家 那個時候還有一個 做二手鼓鼓完店的 他後來沒辦法 他自己準備了急救箱 每天在急救 到後來他就搬家了 搬到興風街去了 為什麼 因為他也害怕 他說有一次他急救一個最嚴重 他來不及幫他弄 他直接叫救護車 後來我們也去弄了 養工處也很不錯 因為那時候在做下水道 沒有弄好 養工處馬上就來幫忙 這個是對的 可是問題 出在哪邊 不要去 你們今天的報告 我覺得不要去講這個 你就講老老實實的做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老老實實 要做示範道路 中正路 一條就通到底 你不要撿那個 市值挑軟的吃 就那一條 那一條是最好的 沒有什麼路的 也沒有人的 對不對 你就挑那一條 結果呢 最多人走的中正路 你沒有用 台灣中正區的人說 我們基隆市已經是 整個台灣地區的二等公民 中正區 又是整個基隆市的二等公民 二乘二等於四等公民 我們就覺得說 市長要不要拔人 我中間苦大 那這樣子會比較照顧 我們中正區 我們也曾經說過 不然我們就給你一間套房好了 免費讓你居住 我在想我們中正區會比較好 所以在這邊呢 真的 我們真的拜託 拜託我們的這個市長 真的用心一下 而且呢 不要禍籍無辜 當你的道路被評比不夠好 的時候 不要馬上叫管區 全部開單 機車主也不願意成為 又是被害人 又是市政府的提款機 這是我們覺得最不應該的 期待我們的養工作 加油再加油 我們知道你們很辛苦 可是你們可能還更需要 市長的關愛 給你們多加的鼓勵 謝謝 好 我們議員同仁還有沒有人要發言 小米 你別說了 你別說了 我們許麗麗 謝謝議員 謝謝議長 謝謝議長 我們營建署評比的是 基隆市最大的不評的原因 就是道路不評 不只是道路不評 還有道路安全也是最不合格的 所以是總瓜就是敬培莫作 倒數第一名 那 因為我們在這個考評項目裡面 我剛剛有查 他有道路養護還有人型環境 還有交通工程 那還有他裡面的細節就是包括路面的節節 就是路面的整潔度 還有排水系統的暢順度 還有道路的損壞程度 還有平坦度 那都是基隆市都是有待加強的 那在道路的暢新性方面 還有安全性方面 還有舒適性方面 也是遠遠不及各縣市 那真的是 這個是其實我這樣一看起來是 非常客觀的統計 那因為 在去年度的時候本席 不論是在總質詢 或是在各種提案裡面 我都有提到 譬如說 專面道路破損的問題 就我們信二路形象商圈 是其中一個例子 那斑馬線標線才值會滑的問題 那還有 該畫斑馬線的地方 不順意民情畫設 那該樹立紅綠燈的地點 又一大堆說詞 推託之詞 就是不設立 那連帶關係 導致這個 我們的交通狀況不良 那以上就是 本席當時很有建議說 好幾個地點 我們中正區 我是因為 我那時候有提案 還有質詢都有講過 我們中正區好幾個地點 他目前是擔心到 那因為考量各種空污 或是說 耗油油泡 因為我們要繞行很遠 比較遠的地方 才有辦法說 因為我們出去洽工 然後往返那個時間 等待油耗還有浪費時間 造成空氣污染 這些林林總總的因素 那說希望改成雙向道 就是好幾個地點 本席都有這些建議 那如果說 以上 林林總總的細節 有必要設立的 有必要改善的一些 標現品質的 那我希望相關單位能夠重視 那研議改善 以上是本席的建議 謝謝 好 我們藍米黃藍議員 謝謝主席 有關於這個基隆市 路不平 那這個人型環境不順暢的考額報告 我這邊有幾點建議 請這個公務處 跟市長來參佐一下 第一點 這個道路不平的部分 我想建議你們 因為我參考很多縣市 結果我發現 很多縣市都到台北去進 那就我知道我們基隆市政府 可能還沒有到台北市政府 去了解人家是如何做路平專案的 那我發現啊 這個台北市有兩個管理辦法 值得我們來做參考 第一個他們有很明確的 道路挖掘的管理辦法 另外一個就是公共管線的管理辦法 那這兩個辦法就是各縣市取經 參考的一個依據 那這第一點建議就是 希望我們公務處 也跟台北市這邊來接觸一下 看看人家怎麼定這兩個辦法 怎麼去施行 可能會有助於未來你們的這個效果 那第二個 道路不平啊 我個人覺得啊 你像中正路在過年 農曆年前夕啊 欸 就東埔愉快西埔愉快啊 經過本區中正區的議員 大家跟你們建議 你們說啊 那個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就會 顏色都一樣整平 我也會把你相信啊 那我下午又特別中正區 又到了一下 欸我覺得都 我是很不滿意的 當然有比過去進步啊 可是我覺得還是不滿意啊 那我不滿意呢 我相信很多騎機車的市民啊 一樣會不滿意 因為我是塞車去順的耶 我就覺得有點顛簸啦 所以這是你們來加強的 好不好 中正路 你把它列為 基隆市的示範道路呢 假如基隆市的示範道路 是這種品質 那怪不得我們的品質是最惡名嗎 你們有做 做得不夠好 我希望你們再用心的去檢討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人孔蓋下地啊 我覺得做得還不夠落實 你們自己去看看 中正路你們的示範道路 我覺得人孔蓋也是很多啊 這個就是說你們要去建立一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公共管線的管理辦法嘛 你訂出來以後才能說 所有管線單位 用這個管理辦法來要求他們啊 啊這些管線單位才會有個依據 我們現在有這個法在那裡 就發文給他們 除了申請以外 你修復 事後的修復 也要有一個回報的機制啊 不是說自己做得好 你要去他們主動要來回報啊 你要去看啊 現在透過Google Map 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哪一個點 路有沒有平啊 甚至他們的施工狀況嘛 我們不是在推電子化的政府嗎 這部分 我們基隆市的評價也不錯啊 對不對 要落實這樣的機制 你才能夠做好監督嘛 有在做 效果不好 那也沒有辦法啊 我只能欺蔽你們 再努力再用心啊 這是路不平的部分 我給你們的建議 再來就是 這次的評比啊 也針對了 所謂的人型環境喔 做這個調查 那也很清楚啊 我們基隆市的人行道啊 問題很多啊 本來就很小條的啊 那你又在人行道開放 開放什麼 機車 林市長 你注意聽我兩個建議喔 我記得李靖勇市長啊 在任的時候 我們那個郵局前面啊 有叫嗎 雞人魚又頭上 那他就 規定啊 不能夠停機車 我覺得這個很好 實施一段時間以後啊 你覺得基隆市的門面換來一新 那是市中心耶 人流很多 走去那邊喔 東方便 也覺得基隆市很乾淨 可是後來呢 又因為 民眾的壓力 又開放啦 停機車 這機車一停啊 甚至有攤販在那邊啊 慘啦 市容景觀就不好啦 所以你執政的人喔 你要考慮清楚 你在意的是民眾 一時的方便 還是說 整體基隆市的發展 跟外界對基隆市的評價 這是你做市政府的 市長的人 你要去思考啊 你金融一開始就做得很好 可是後來也就開放啦 好 到了張東龍市長 我們花了幾千萬 把文化中心市政府前面啊 去做改造 當時也信誓旦旦啊 做好以後 我就不准 機車亂停 沒半年也就再開放 那都是市中心的 你看郵輪的 觀光客一下來 一看就看到我們頭前 機車停幾百 整個走過也很不方便 市長 你知道我幫你建議嗎 如果你希望基隆 市長能夠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城市 希望在平建能夠進步 你就要有魄力去承擔 這種壓力 否則基隆區 因為我們就不進步了 我們是一個國際級的城市 市長很重要 要發展觀光 你總要規劃幾個地方的起樓 真的下定決心 進停機車 這樣市容不才會好 好不好 那這次的評比就很清楚啊 大部分是肚不平啊 這是老問題啊 那如果連行道 這種所謂的人行環境啊 都讓人家覺得評比很差 那就是你們基隆市政府的執行力有問題啊 好不好 以上 我提供這兩點的建議給你們參考 希望你們好好的參佐跟改進 謝謝 謝謝 好 我可以見 我們正名親娘議員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有強要有怨 你怎麼都拎不拎 其實啊 基隆的道路啊 一直以來啦 都是 不管是誰執政啊 都是最頭痛的問題啊 因为它一些先天的条件的问题 我也不能说建树不建林 到吉隆区这么一个山头 中中工业也要比较好 到490也好 核花刷码后 这个一个山头往市去看 也就是这样地形 都是河谷河谷河谷 所有的建设 通通吉隆是河谷 尤其这个 鱼又特别的丰富 所以保养上就很不容易 而且这个摸损率破损率也比较高 那银建树用这个标准 让所有的现实来评比 这是有点劝缺周详 因为每一个条件 每一个现实条件是非常非常不同 吉隆的大陆跟平东的大陆 当然平东的大陆的存在比较低 那少雨 所以说我想我们这个 这个公务处要跟他建议一下 应该要把这个气候的因素 考虑进去 而且跟每一个地方的地形因素 都要考虑进去 这样除了雨多以外呢 这个陆伍也都很小 陆伍也几乎都很小 所以说我是建议市政府 所以尽量的 虽然这个外在的条件不是那么好 我们还是尽量要保持把每一个道路 不管是人群道也好 它是道路也好 这个工程的品质一定要好好地去把关 只有把工程品质把关的好 就能够降低道路的磨损跟破损 而且呢尤其这个山坡地有这么多 几乎像我们仁爱区 刚刚所谈到的地方都是 都是一些比较复杂的区 早期的都市规划也不好 所以说是一个 基隆的马路的保养 跟诊件 是一个很让人家很棘手 也很头痛 但是不好住还是要去做 还是要去面对 所以我相信说 如果以后呢 我们在这个 尤其是人的方面 在人行环境的方面 我们应该是好好去加强 不要把所有人行道 通通被机车占据 有很多人都这样 甚至于基隆多余 你说七楼的环境也很重要啊 有时候就政府的执行力的问题 我记得曾经以前 基隆以前有把市区的 某些的七楼都整平 那高层都一致 乘起何时 做完了以后就不管了 任凭这个 那个个人去降低或者升高 看他的需要啊 我这是一个管理的问题 这个管理也很重要啊 所以说我还是期许说 虽然环境不太好 虽然这个评比的这些 那个机制有一点点 不太公平 但是我们还要尽我们最大的力量 好好保管 保管好这个我们的工程品质 因为有好好的 让道路工程品质提高 想能够降低毛路的那个损害力 再一个就是说 这个最被人家诟病就是说 这种管线的问题啊 几乎说每个管线 那个任何一个单位的管线 开挖太平凡了 太平凡了 所以我希望市政府 应该要订出一套管理的办法 因为路工一直未 你要跪多好也困难了 一天后一跪两次 你跪一跪多好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要建立一个 这个管线管理的机制 一定要好好经理好 一个工程品质 一个管线管理的机制 谢谢 以上经理 好 宝贵应件 我们现在请郑林青梁议员 谢谢医长 我们韩良琪议员请做准备 我想对于我们这个 林建署所公布的这个 评比最后一名 那么其中他也告知我们 也提示我们一些规格 也给我们一些提示 那么我们希望公务处这边 将这些规格和提示 那么我们希望在诠释 这个整个道路的一个 全部的一个检测 全部道路的检测 并告知所有各区 希望各区齐报上来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好好的 整个全区的全市的 整个的一个道路的一个整个的 来改良 当然我们基隆真的是 先天性的一个坡度之外 还有一个地理环境 每次都下雨 那这个下雨跟这个坡度 就造成许多道路 真的是像热利三街 国家新城那个地方 这个坡度我想每一年 每两年大概都会整修一次 但是铺设完了之后 因为下雨 因为这个坡柜车的掩压 或者坡度的一个 这个整个的坡度 就造成这个道路马上就 凹凸不平 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得到 确实这个地理环境的一个关系 但是我想希望就是说 像仁义路的整个道路 我们为什么看起来就是说 仁义路真的是四半道路 非常好的道路 很多人走到仁义路说 这条道路非常好 那是为什么 因为它道路整平之后 旁边的人行步道也整理了 这样子会让市民觉得就是说 患难疑心 这条道路真的是确实是好 但是我是希望我们市政府这边 不希望说你道路整了之后 道路铺了薄油铺面 全部用好了之后 旁边的人行步道你不去整理 人孔盖你不去整理 那这样一照就会造成 你整个你没有用啊 真的是没有用 道路整平人家看不见的 整平是你应该的 但是你假如说道路整平之后 旁边的人行步道 跟这个机车道各方面 你全部整个的好好的整理 我相信是非常一个整个 让人家就觉得眼睛一亮 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 人家一种心理上跟眼睛 看起来就不一样的 所以我想人一路的示范道路 让大家外省市的也好 我们本市市民也觉得 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示范道路 那我想明年度就是 校奥路以及107年的 远远路跟迈青路 我们也希望朝这个方向去做 一定要人行步道跟道路 同时并行去做 然后旁边的人行树 或者是各方面 我想也好好的去整理一下 那这样子的话 让人家耳目一新 让人家觉得说 患难一新的感觉 这个地方有患有改变了 才有让人家有这种感觉 所以在这边我想说 106年跟107年的这个道路做断 我们希望能够好好的去规划一下 那我想事实上 我们基隆真的是道路窄小 然后坡度又多 许多机车在人行道上比比皆是 真的是都有 不管向道也好 道路也好都有 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市政府方面 能够积极的 你像安乐路 安乐路长庚医院旁边 那个那条道路 安乐路应该 安乐路 安乐路 安和一街 安和一街的时候 旁边的商家 一些做生意的 然后再来就是人行步道 这个人行步道非常的大 但是就很多 全部都是情急车 那有一个外国 从外国旅行回来的 他就说奇怪 你们台湾怎么 为什么这个 机车都停在人行步道上 就一直检举一直检举 然后华丹就一直开 因为他讲的没错啊 真的是没错啊 但是那条道路 是非常宽敞的 那么机车停在上面 大家也觉得 你停在外面路口的话 车子就没办法开 那停在人行步道上 好像很理所当然的事 所以我想像这样子的一个道路 我们希望能够好好的去改进 去深思的去看看怎么样的规划 那还有标线的问题 我们对于城上城 这个路口的一个标线 我们也觉得非常的纳闷 那么虽然开了很多次的会 但是也是不了了之 到现在也都还没有 还没有到底是怎么样的失作 我车子开到那边的时候 我就都很担心 到底前进还是不要前进比较好 让人家觉得这个路线 真的是危险路段 这样当危险路段 所以规划路线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 标线的时候也希望 能够多多注意一下 那么成功路桥施作 真的是让我们安乐区 非常非常的不便 那么每次到尖峰时间的时候 非常塞车 那个地方 尤其31号桥下来 然后安一路出来 然后安乐区出去 成功路再下来出来 这整个都塞在那里 都塞在那里 那我想标示也非常不清楚 很多就想 因为习惯性 一下子右转 转到那边的时候 才想到说 哎呀成功路桥封闭 所以这个路标标线 那个警示标志 也希望你能够 再好好的重新规划一下 那么能够好好的当机车 还有开车的人 开车的时候要注意 有很多人也是在727那边等着要回来 结果等了一个钟头 打电话来问 为什么公车现在都没有行驶 我说没有 那条路已经封了 都没有写清楚 我说你必须要到面门厂这边来 来坐车 所以这个 把路桥封闭之前 所有的道路的一个 铅接处 必须要很明显的告知大家 这个告示牌应该好好的去规划一下 所以在这边我也希望就是说 成功路桥赶快做 要不然的话 这个塞车还是相当严重 那假如说从铁路那边 从铁路弯到市区的话 弯到任务路的话 也非常危险 好久一等就等好久 因为火车过的话 就必须等好久好久 所以这一项的几点 我们希望公务处这边 能够多多来注意一下 那么对于养工科 我们说实在的 我们只要一叫他就会 一叫他就 万一路不平的时候 打电话 他有时候请人工 就赶快来处理 那么这一点 我们可以肯定 我们养工处这边 能够真的是非常用心的 在处理所有道路路 路平的一个工作 那这以上建议 谢谢大家 好 好 我贵意见 我们现在请韩良齐韩议员 杨时辰议员 请准备 呃薛议长 呃 我想 我们路不平的评比啊 会有这种结果 应该是可以预计的 为什么我会说可以预计的 因为呢很简单 拿我两个会刊来说 第一个本席会刊呢 我们所谓的微笑港湾 当时微笑港湾在设置的时候呢 没有考虑到 残障朋友的使用 所以本席当时把港务局 港湾公司 把我们市政府的所有的 该请来的人都请来 共同演义这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会刊 第二会刊呢 我们本席 针对我们所谓的国光客运门口的 这个旅客服务中心 也办过一次回看 当时呢 我们旅客服务中心的门呢 是关起来的 然后台北的 呃 我们的脊髓审商协会呢 到基隆来以后 特别针对那个地方提出抗议 那特别像基隆市 脊髓审商协会提出来 说如果不打开来 他们要带众来基隆抗议 然后本席呢 也办了回看 当然也感谢交流处 把这个地方给处理完善起来 当然也要感谢我们工作 这两个情况之下 告诉了我们什么 我们应该去想到的 没有去想到的 我们应该注意的 没有很深刻的去做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这就是我们应该检讨 我们不应该望之飞 我们应该我们错在哪 我们要知道 我们不应该说 找一个理由 唐塞过去就算了 那问题是永远存在的 就譬如说 本席呢 在网路上看到一篇 这个公告 公告这个 路桥的封闭 还是桥的封闭 一个红色的 某某电影公司公告 2月27号到3月1号 早上7点到晚上 晚上9点到早上7点 封闭 这个公告的单位呢 是这一个电影公司 然后呢 网路上在看 我说这 这是不应该的 这行政机关应该要 要打屁 为什么行政机关要打屁 请问你 哪一个人可以公告 公有的道路 做任何的封闭动作 哪一个人可以公告 任何个人都不能有这种行为 应该是由公部门 来做这种事情 虽然有人提出来说 有会刊记录 开会记录 开会记录 会刊记录 只是 封桥的一个依据 而不是拿出来可以做公告的 公告应该是公部门提出来的 这就是一个滑天价值打击 这就是我们该检讨的部分 这就是市政府做错的部分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得第一 或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都不应该 我们这种行政程序都错误了 请问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得名 我们更没有资格得名 所以应该要检讨 并不是我们这次民事坏 我们下次民事就该坏了 我们检讨后 我们再出发嘛 所以本席也针对 我们低底盘公车 特别提出来 现在又再三 再三再次强调 我们低底盘公车 为什么要用低底盘公车 低底盘公车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为了家会缠绕吧 而我们低底盘公车 跟我们的路沿石 就是人行道的边上搭配不上 请问你我们凭什么路平可以有得名 我们不应该得名 但是呢 并不是代表我们以后不应该得 我们应该检讨 现在本席就某些部分特别提出来 告诉我们实政府 我们该怎么走下去 所以呢 本席期盼 我们针对我们道路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的所有这个七楼 整屏的问题如何研绎下去 比如说我们所有道路 我们在私做中间 我们要怎么样去私做 让它最有效率 最好的最高的规格 让我们可以 我们基隆市的用户人 都有最高的规格的道路使用 另外呢 同样的 我们也应该研绎 我知道的部分就是什么 那种抛路机 还有铺路机 很方便的 路一抛它马上铺 跟原来的样子一模一样 也有这种机器啊 而且听说 好像两千万左右一台 多少钱一台 不是很贵 然后呢 基隆市的 以后 我们捕路 你可以看我们基隆市 现在又出现了 这个捕路是 这个是什么叫什么 应该叫滴水状还是什么状 这是不应该发生的 因为本席 在在的希望 我们捕路的时候 任何都以大面积泡谱 这样子我们路 才会是永远很顺畅 骑机车人不会跌倒 那我相信 评比不是挺重要的 市民朋友给我们的评分才重要 就像过去我对艾首 我很反对 我为什么反对艾首 欧盟的认证不重要 基隆市市民给我打满分 中央政府打我零分 我也是认为我很满意 所以这个部分来说 特别向我们林市长提出 希望呢 我们没有关系 最后一名最后几名 不是重要的事情 下一次可以跟我们的市政品比一样 一直往前走 谢谢 我们谢谢韩良奇 宝贵的意见 的确那时候公告 就完全没有遵照 公务部门的行政程序 很多我们的里民 还有路过的一些居民 也都跑到服务处 来问这件事情 好 我们现在请杨时辰 杨议员 张芳丽议员 请做准备 这个道路啊 始终是我们基隆 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像一个学生呢 每次都考试都考不及可 坐在这边呢 也不知道去找答案 等人家跟他讲答案 所以他讲答案的错了 还是不知道 我们 道路的 等级你看有机场 有高速公路的 有码头的 各种呢 材质 承重量都不一样 一般能行道的 承重你的 这个磅数多少 都有相当的规定 我也知道你们都按照 你们的规定来做 可是始终没办法达到 你们要的要求 表示说 那个规定 是有问题的 我们公公署处长 当初 这个秘书长 当公公署处长的时候 上来的时候 一直希望说 马路能够改善 也在中山二路呢 这个八号码头 找一个区块 做一个平整的跑铺 我也跟你讲过 道路呢 哪里会快掉 大部分都是在那个地方快掉 你也做了路基的改善 这个你都做了 那做到后来呢 我又跟你讲 中山二路呢 以前是水泥路 水泥路呢 我从以前到现在 发现是 严重不一样的地方 水泥路 是不容易破损 而且是平坦的 周山二路 你再跟你这样做的话 做以后只有四分道路 你不用两年三年 你还是在挖掉 我们道路做出来的品质 不耐压 把头出来的货车超重无比 你也不知道 冬天 雨水多 路基 陷下去 夏天 热人要命 重车 沿压又凹下去 所以 你用那种标准 要用在中山一二路 行不得 你就必须要修正你的规范 你的标准 你必须要提高 它的承受力 你就必须要提高 就像当初 这个三十一号桥设计的道路 的这个桥 设计的是承载量多少 但是 后来呢 货车都严重超载以后 造成的这个桥 会有严重的摇棒 会让人家考虑 这个质疑它的承载量 是不是够 所以在这地方 我还是跟秘书长提出来 你对道路 你一直想要改善 我跟你建议的 你也用把这个水泥路 用在效益路上面 效益路你已经铺了几年 你很清楚 有没有再挖掘过 也没有破坏掉 没有 所以有些道路 你必须要做相当程度的要求提高 会发生问题 就是你的标准不合格 你每次都想要考60分 结果都没有考不到60分 如果你每次要求说 我心量跑到80分 或许你就超过60分以上 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标准 定在那么低 我相信你如果说 就是要希望你市政府做好 给你建议 你也有彻底的去改善 这个才是开会的主要目的 我们不要 基隆市老师 要让人家觉得说 我们不进步 我们不要让人家 老师觉得说 我们是坏学生 我们希望我们跑到前面去 明年前茅 可是你们不争气啊 我们都一直跟你规劝 希望你做个改善 你要去调整你的标准 让你的标准拉高一下 不要老师想说 我要照 我老婆最买名就好 我买三名也没关系 你就不要最买名就好 你不能再照 你应该是说 我希望我做第一名 你才有可能 不达到最买名 他最买的 他最买的 把自己的标准拉高一下 谢谢 好 宝贵建 我们现在请张芳麗 张议员 发言 谢谢医长 其实我是建议市长 不要太在乎这个名次了 因为基隆本身就是 先天不足的一个城市 今天为什么会 最后一名就是因为 让人家的感觉有点乱 为什么会乱 如果你站在我们火车站附近 你每一条巷子都是满满的机车 每一条巷子 这样看起来 那个道路就不会整齐了 所以它最重要是因为我们 让人家感觉我们基隆市的道路乱 那刚刚我们同仁也提到说 道路的人孔盖 道路的一坑一洞 其实我们当民意代表都有责任 我记得我们李同城秘书长 在当区长的时候 我是不是常常打电话给你 哪里的道路有一个坑一个洞 我马上就一看到 我马上就打电话告诉他 他也马上都去 去赶快把它执行好 所以我们也不必要说 等到我们要发公文给市政府 我们要给市政府什么建议案 其实有些事情是及时来做 我们及时把发生的一些问题 马上就通知市政府 我想市政府应该都会及时去做的 所以道路上的人孔盖也好 一坑一洞 我想我们都有责任 所以我们也不要太指责市政府 因为他们是坐在办公室 没有办法每天在每一条道路上 这样子来巡视 我们是生活里面的 我们也不在家里面 可是我们要在家里面 是因为我们就能够 你能够尽什么 所以我们都会想到 让我们是在家里面 但是我们也不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我们的家里面 我们也不在家里面 我需要那种人 我们要在家里面 我们就有家里面 我们在家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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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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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